云梦 师姐 魏英已下船 就飞奔向正在等候的江燕梨 阿县 阿成 江燕梨笑着看着两个弟弟 阿县 阿成 前两天 阿娘出门救了一个浑身是血的女子 她现在正在我们家休养 你们注意点 江燕梨叮嘱着 嗯 江成点点头 放心吧 师姐 县县最听话了 魏英笑着 就你 江成翻了个白眼 阿爹 阿娘 江成一进门就喊 都多大了 没大没小 江夫人看着她 姑娘 这是家子江成 大徒弟魏英 魏英江成 这位是彼岸姑娘 江丰眠介绍着 公子们好 彼岸 姑娘好 江成 魏英 姑娘的情况 师姐已经说过了 你就放心住吧 魏英看着她 彼岸微微一笑 走到她身边 小声说道 明郎 你让我好找 来报恩 也不说一声 也不说一声 姑娘 你在跟谁说话 魏英疑惑 没什么 我就不打扰各位相聚了 彼岸离开 云深不知处 蓝战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和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 魏英的情况很稳定 她有一个高人相助 坏消息是 这个高人不仅帮助了 魏英 还把其他世界的 怨邪带来了 你说最后被影响的 会是谁 彼岸传信 蓝战收到信息 皱着眉头 蓝氏 舒服 近日修行之时 隐约感受到 一丝异常的邪气出现 蓝战 确实如此 不仅是你 西晨和我亦有同感 忘记 你下山查探一番吧 蓝启人有些担心 是 舒服 蓝战行礼离开 撞上来找蓝启人的蓝话 可是为了那邪气 是的 蓝战点头 此邪虽只有一丝 却也凶险异常 不知是否还会有更多出现 此行危机四伏 不如请魏公子来相助 魏公子不受拘束 活泼聪慧 说不定能帮上不少忙 蓝患 嗯 蓝战点头 的确 在眼前会更安全 魏英慵懒地 躺在长满脸蓬的湖间的小船上 闭着眼睛 静静感受着照射在他脸上温暖的阳光 神时中 你那天说我是你主人 这是怎么回事 魏英 我本是上古玄魂欲 玄魂 生长于已毁灭的上古之界遗迹中 被一位有缘人带走 用于封印冥界怨邪 无奈随时间流逝 封印减弱 我无法再压制那些怨邪 反被他震碎 散落于此界 被不良人利用 沾染大量怨气 失去心智 痛苦不堪 后怨气被你炼化 我才得以解脱 玄魂 这么说 你是阴铁之灵 还不属于这里 魏英思考 正是 玄魂 那你可知我 为何会变为女神 魏英 不知 我自被您拯救 虽得以解脱 但我一直处于沉睡状态 醒来后 感受到你有危险便来了 玄魂 好吧 魏英睁开眼睛 望着天 魏无羡 有人来找你了 江城在湖边招手 谁啊 魏英坐了起来 蓝望鸡 你快跟我回去 人家等着你呢 江城无语地看着他 哦 是那小古板啊 魏英站起来 飞到岸边 跟江城回了家 阿县 狼公子近日夜烈 途经我云梦 想邀请你一起 你一下如何 江峰眠温和询问 啊 邀请我 魏英一脸不可置信的样子 蓝二公子如此厉害 要我去坐肾 我只会摘连棚打山鸡 魏英笑着 仙子 蓝湛轻轻说道 只有魏英听见 魏英咳嗽一声 蓝二公子既然如此盛情 我怎能不去 我现在就去准备 魏英一溜烟跑走了 你等会儿 江城追了出去 魏无羡 那件事你跟阿爹阿姐他们说了吗 还没来得及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 魏英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我这次出去说不定有什么线索呢 你先帮我保密啊 我可不想一直这样 要是能彻底解决 岂不是能让江叔叔少烦心些 魏英笑着 你不是从小就这样吗 难道还有隐情 魏无羡 你还瞒着我什么事 江城皱起眉头 哎呀 都是小事 小事 魏英眉心眉肺地笑着 彼岸听到消息来到了大厅 蓝二公子 好久不见 彼岸微笑 是你 你怎会 蓝湛有些吃惊 叶列如此有趣的事 怎能少了我 彼岸 江宗主 我的身体已无大碍 这些时日 多谢您的照顾 我也该走了 江夫人的救命之恩 我无以为报 日后若有需要 联系蓝二公子即可 我与她是故交 她自知我在何处 彼岸 无妨 只是举手之劳 江丰年 你要一起 蓝湛询问 有些紧张 那是自然 彼岸微笑 蓝湛沉默 我收拾好了 咱们什么时候出发 卫英和江城来了 即刻 蓝湛行礼 江宗主 后会有期 阿县 我听蓝二公子说 此行要叶列的东西 邪恶非常 你可要小心 江丰年担心地拍拍他的肩膀 放心吧 江叔叔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卫英拍着胸脯保证 嗯 江丰年满意地点点头 接下来 咱们去哪儿啊 蓝湛一行人 悠然地坐在正在行驶的小船上 卫英询问道 不知 彼岸姑娘有何建议 蓝湛看向正在摆弄从湖中踩下的莲棚的彼岸 清河 彼岸不去看他 继续玩弄莲棚 清河 为何去那儿 卫英疑惑 去了 自然就知道了 彼岸微笑 卫英看向蓝湛 那就去清河 蓝湛 诶 蓝湛 你俩是不是一伙的 卫英不悦 蓝湛一言不发沉默 彼岸看着二人笑得很开心 喂 别不理我了 卫英气鼓鼓的 很可爱 这怎么一个人也没有 往日可是很热闹的 卫英四处张望着 彼岸自尽入清河地界 就一直一言不发 表情严肃 小心 卫英 蓝湛走到卫英身边 将他护在身后 彼岸又一脸慈母的样子 看着二人 你干嘛 卫英注意到他的目光 也看着他 这里不是有你们的朋友吗 不如去找他 彼岸 你是说怀桑兄 卫英 嗯 彼岸点点头 他不是我朋友 蓝湛冷冷的 彼岸只是笑笑 清河不敬事 卫兄 忘记兄 还有这位姑娘 你们怎么来这儿了 灭怀桑一脸担忧的样子 夜列途经此地 蓝湛 这里出了什么事 怎么这么冷清 卫英关切地上前询问 哎呀 卫兄 你来得可真是时候 这也是近日才发生的事 我夹几刀堂 不知怎么回事 那些刀铃不受控制 怨气暴涨 凶残害人不吐骨头 我大哥这两天 一直在那镇压 百姓们都不敢出门 灭怀桑皱着眉头 很担心 吃人宝真吃人了 卫英大笑 卫兄 我已经够烦了 你就别再给起外号了 灭怀桑飞快摇动着自己的折扇 给自己消消气 卫兄我可惹不起 冷静冷静 卫英 蓝湛文言提醒卫英 我就是感叹一下 灭胸不要生气 我跟蓝湛在这儿呢 什么事不能解决啊 卫英的手搭在他的背上 勾住他的肩膀 安慰道 那可就拜托你了 灭怀桑抱拳 祭刀堂 大哥 灭怀桑站在宝前 你干嘛来了 不是叫你别靠近这里吗 灭明爵声音如雷 哥 卫兄和旺鸡兄来了 灭怀桑硬着头皮说 灭明爵没有说话 打开了宝门 二位公子有何事到访啊 灭明爵 夜列途经此地 察觉异常 特来相助 蓝湛 爱念明爵叹了一口气 大致情况 怀桑兄已经跟我 我们讲过了 不知可否 让我们自行查探一番 魏英上前 自是可以 灭明爵点头 随即注意到了 正要打开刀关的彼岸 爱 你这小丫头 干什么呢 灭宗主 我只是看看 彼岸行礼 我在此好不容易 才把他镇压住 你可别放出来 灭明爵担忧大喊 不放出来 怎么知道是怎么回事 彼岸嘴角上扬 一个反手就打开了刀关 住手 灭明爵没来及阻止 拿出坝下 准备再次拿下刀铃 刀关被打开那一刻 浓郁的黑色怨邪之气 瞬间充满了整个祭刀堂 伸手不见五指 魏英感受到怨气 头痛欲裂 魏英 蓝湛在黑气充斥的前一秒 拉住了他 魏英 魏英 魏 הפ